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全球文明的稀有物种 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 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 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 大熊猫 面对突如其来的怀天气 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 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 大熊猫不会冬眠 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 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 但因为长期吃素 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 为节约体能 它们甚至每天有十二小时 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在四川的东北方向 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 同样分布着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 2021年 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始启动 以保护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 独特森林生态系统 在中国 秦岭不是罪恶的 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 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洞 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 四十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 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 与风貌的分水岭 佛平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偏僻小县 在一千三百平方千米的 地域面积上 生活着三万五千多人 因其地处秦岭腹地 山高陵峻 人际罕至 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 佛平大熊猫国家自然保护区 桑关庙保护站 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 雍岩阁和寻护员每天 都要去野外寻护观察 秦岭大熊猫 区平大熊猫宇岭太大熊猫 硬大熊猫 期后 让站起来了 般西出生 刚刚是一只 大约六岁的常年雄姓秦岭大熊猫 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 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 秦岭亚种 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 有明显差异 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 耳朵更短 更像猫 显得更加寒泰可居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 从早上到傍晚 就是不停地吃了睡 睡了吃 刚刚每天要耗费 12到14小时 来进食40千克竹子 才能保证身体所需 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 来进食入侵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从海拔1800米 一直到海拔2800米 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 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 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 随着气温降低 河本科的竹子 却因其耐寒性 得以大面积生长 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 大熊猫为了生存 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 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 则逐渐消失了 一场春雨 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 却成了一场春雪 红豆山开花老 红豆山是世界上 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 经过了第四季冰川 遗留下来的古老树中 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每年四月 大约有一周的时间 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 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 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 捕捉到这种细细 都会不顾一切 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 挑选最强壮的夫君 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哦 如果您在肩膀吃这个细细 了 我不得整齐 你不得了 我绿细的一个细细 我尤其这种细细 我尤其的细细 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 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 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她把刚刚赶下了树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优优独播剧场 一番绝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战来 她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 她居然在树下守着她的新娘睡着了 熊猫放归野外后搜寻她的难度巨大 四川境内野生大熊猫活动在海拔两千米以上 竹林密度最大的区域 竹子细腻任性十足 我们在林中穿行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熊猫 再加上视线受密林的阻挡 即使熊猫就在十米开外的地方也难以发现 人类对熊猫的追踪 全部依靠带在她脖子上的项圈 项圈通过无线电信号和GPS数据两种方式 提供熊猫的位置信息 可是就在放归后的第三天 两种监测手段中 GPS数据下载出现了异常 如果再靠近一下 我们快点四个项圈 准备出问题 队员们只能利用项圈的 无线电定位功能来接近熊猫 希望更近的距离能有助于GPS信号传输 如果要更换项圈 就需要回补熊猫 这是以往回补其他熊猫时的录像 按照这种方式 发现熊猫后 队员们便将它赶上树 但是抓捕和麻醉 会给熊猫造成一定程度的身体伤害 人类会尽可能避免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年龄还小的 咬合力还不够强 像这样出来它是咬断的 咬成几节 分成四五节 然后它就吃上面的叶子 这地方就是它把叶子吃掉了 就很新鲜的 它这里的那个雅精 这样折断竹睛的方式 是刚放归的熊猫独特的彩石迹象 根据这些彩石迹象 队员们判断 熊猫就在附近 这可能就差一点 刚好 嗯 刚才一个八点吧 开鼠桌 如一开鼠就在我家 它在我们前方 可能有 七八米的地方 现在是看不透的 就在那里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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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放归后 我们第一次跟上熊猫 嗯 现在已经下到数据了 直线距离二三十三米 GPS数据成功下载了 这表明项圈没有坏 不用采取极端的方法来回补它 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队员们分析 一开始下载数据失败 是因为监测队员和熊猫 分处在同一山脊的两侧 那时候 熊猫可能在一处洞穴状的洼地 屏蔽了GPS信号 牵测队员靠近的声响 让熊猫警觉起来 它起身离开原来的位置 于是信号恢复了正常 这一次寻找 也让摄制组得以接近这只熊猫 我们努力跟上它 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相处 但我们也有机会见证它的野外生存之力 很快 它坐了下来 它顺手就能够到身边的竹子 虽然栗子瓶生长的竹子种类 与沃罗野化区的有所不同 但熊猫看上去并不挑食 小熊猫 我们竟然意外地邂逅了熊猫的第一个伙伴 名字上仅是一字之差 小熊猫却没有大熊猫那样坚固的旧齿 和强大的咬机 它只能咀嚼竹叶 遍山的竹子 有小熊猫的疑分 小熊猫生活在大熊猫周围 其他掠食者便不会轻易靠近它 仰仗大熊猫 小熊猫得到相对安全的环境 听见竹林的响动 大熊猫想靠近一探究竟 小熊猫却敏捷地回到了树上 天色渐晚 我们在河谷休息 熊猫就在河谷之上的森林中 与野话剧不同的是 熊猫放归后不再有铁网保护 三连是完全开放的空间 这里是所有动物们共有的家园 就在熊猫放归的这片林子 生活着一只黑熊 监测队友们与它多次相遇 但庆幸没有成为它的猎物 初来乍到的熊猫 与共同生活在这片森林的其他动物 能否相安无事呢 第二天我们继续跟踪熊猫 上山的时候 我们听到是沿着那个瘦菌走 因为洞的选择 和人选择有一次性 瘦菌的话相对于它走性 像这一段 你看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一点 这也能有一个痕迹 瘦菌是森林中的隐秘通道 沿着寿镜我们找到许多宽敞的树洞 不少树洞里都留存着野生熊猫活动的痕迹 树洞是熊猫在野外理想的家 牵测队员在寿镜上布设红外相机 收集到的画面 可以直观地了解熊猫放归后的生活状况 不过这些人类的眼线 时常成为动物们袭击的目标 这台掉落的红外相机便是被有意损坏过的 还好存储卡是蛮好的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些动物 与熊猫共享这片森林 它们有的是朋友 有的是敌人 这几段画面拍摄的 正是监测队员遇到过的那只黑熊 黑熊看起来笨重 但却拥有惊人的爆发力 从体型和力量上来讲 它无疑是这片森林的亡者 刚放归的熊猫也被红外相机拍到了 原来是它在破坏和外相机 发现了熊猫的新鲜粪便 粪便不仅能体现出动物的活动路径 还能分析出动物的健康状况 50多团形状完好的新鲜粪便 表明了熊猫适应新环境的状况良好 穿过满是雨雾的竹林 监测队员获得了熊猫的位置信息 很快 在一处洋坡我们发现了熊猫 熊猫正在挠痒 它身边的竹林里有异样的声音 寻着声音 我们找到树根下的这个洞穴 我们一探究竟 一只竹鼠 竹子也是竹鼠的主要食物 它锋利的门牙可以轻易地切割竹精 有机会也会随手捕食一些小动物 竹鼠则是熊猫的不二之选 但是这只竹鼠似乎并不害怕 初来乍到的熊猫 虽然是自己的天敌 但是在它眼皮下招摇过世 也没有什么危险 于是竹鼠张黄地采食熊猫身边的竹子 这是对年轻熊猫的挑衅 放归的熊猫和其他动物有了互动 它正在融入这片森林 为了不过多干扰熊猫在野外的生活 我们暂停了对它的近距离跟踪 监测数据显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熊猫活动的领域逐渐扩大 它渐渐远离放归点 走进森林的怀抱 熊猫十一月中旬放归森林 熊猫十一月中旬放归森林 半个月刚过 来自北方的寒潮便提前袭来 群山一夜之间换上了冬庄 我们再一次进入森林 确认熊猫的安全 在熊猫活动的区域 队员们发现了新鲜的脚印 这次黑熊的脚印 确定无疑的 黑熊的脚正好是奴隆 做到这个地上之后 它的增点就是很明显 它这个山松它那个意义多 基本上都有意高 四川境内的黑熊是半冬年的习性 它们只是放慢自己的代谢 但一有动静它们就会醒来 黑熊是放归的熊猫在这片森林里 最大的威胁 冬季森林相对稀疏 我们在无线电和GPS的辅助下 再一次看到熊猫 它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鸡血几乎阻断了寿静 但熊猫依然摸索着往低处迁移 这是幼年时妈妈对它的叮嘱 它的体力正在大量消耗 它不时地啃食一些激进干枯的竹子 此处距离发现黑熊脚印的地方不远 放归的熊猫已经走进黑熊的地盘 成年熊猫的咬合力在所有熊类当中畏惧前列 就算与黑熊打斗也难分伯种 但这只刚刚年满两岁的熊猫 无论体型还是力量都处于劣势 既然在野外生存如此危险 为什么科学家还要选择在这个年龄 就将它放到野外呢 两岁的熊猫对空间的要求 已不是一个三个足球场大的野化区等满足的了 它对外部世界的好奇 就如同十几岁的少年 如果错过这一时期 即使语意丰满 它对世界的认知也已经定性 探索能力和适应能力都会大大渐弱 所以尽管两岁的熊猫尚显弱小 但它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 是重拾野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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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从往上树 它或许嗅到了黑熊的气味 意识到了危险 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 凭借人数的优势找到黑熊 将它赶走 还是把熊猫回捕转移到其他地方 放归自然后 如果没有到生命攸关的时刻 人类尽量不干涉熊猫在野外的生活 此时熊猫并没有受伤 甚至黑熊都没有发现它 野化放归的熊猫要真正的回归自然 就要习惯与其他动物相处 无论是敌是友 人类营救它就是放弃了野化 过了半个钟头 熊猫从树上下来 方向对它有利 黑熊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 熊猫犹豫着 应该趁着风向改变之前 离开这条山沟 弱肉强食是最根本的自然法则 权衡利弊是动物们的生存之道 初来乍到的熊猫不断积累着生存的智慧 它离开这片林子 等到酒精沙场雨意丰满 它也许会再次回到这里 那时候 它不再惧怕黑熊 它将自由地行走在森林之中 熊猫的爱情故事 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 它就是 熊猫阁 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 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 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 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 刚刚完成了传宗接待的任务后 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 虽然不尽人意 但也是为了它们 有足够的生命 食物资源 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即使看起来弱小的轻幼 也足以杀死熊猫宝宝 即使看起来弱小的轻幼 也足以杀死熊猫宝宝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 当秋天来到的时候 秦岭太白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 垂直落差超过三千米的秦岭 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 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 很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识着秋天的过时 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 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水亩니 秋生 东季森林进入了冬眠 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 渡过食物匮乏的寒冬 是所有动物 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 他们还要时刻 提防另一种危险 过去偷猎者 遗留下来的捕兽甲 这边来 自己还有个人看 看 这边 不见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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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牛牛的宝宝已经两岁了 他学会了上树 这让牛牛省了不少心 一大早 牛牛要出去觅食 他把宝宝赶上树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牛牛在厚厚的积雪下挖掘着草根 这是他今天唯一能寻觅到的食物 有点酱油 在秦岭浮平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 由一只棕色大熊猫 它的生活比业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 它就是七仔 七仔是目前人类强救后 唯一存活的棕色青岭大熊猫 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 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 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 有人认为是繁足现象 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 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 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 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 十二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 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其实以前大熊猫的分布是很广阔的 只要是有大熊猫的食物 水源需求 有隐蔽条件 它就可以成活 但是现在实际大熊猫 主要分布在一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地方 早些时候上涛和大海 接到当地村民的报告 在保护区附近 看到了一次大熊猫触摸的踪迹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全国67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 然而野生大熊猫 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露面 并不是一件常识 保护站临时决定 阻止一次大熊猫的搜寻 研究员赵恒 在保护站接应两位同事 村民的报告让他想起 2012年一只大熊猫 出现在龙池保护站附近 被工作人员发现时 他已经病得很虚弱了 油门太大了 油门小一点 转不动了吗 它悬空了 车子陷进深坑 让上涛和大海很着急 因为他们担心 这次的情况 会像2012年的那只熊猫一样 熊猫相对来说是 比较聪明的一个 像我们2012年 救助的那只熊猫就是 它离我们保护站 距离很近 可能就一两百米的距离 他也知道那是有人文活动的地方 我们感觉它就是向人求救的 所以我们这次主要目的的话 还是想到实地去确认一下 如果那个地方确实 出现大熊猫的痕迹的话 有可能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分歧 只有到站上去 进来出去吧 门搜好 在村民描述的地点 早已没有大熊猫的踪迹 为了进一步排除 有野生大熊猫生病或受伤的可能性 还需前往山林深处搜寻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 达1864只 主要分布在四川 陕西 甘肃三省 位于四川省独江艳市的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动植物自愿丰富 尤其是生长于高海拔的冷建竹 和低海拔的拐棍竹 为大熊猫的繁衍棲息 和季节性的垂直迁徙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这里生活着十余只野生大熊猫 其中有一对特殊的来客 2018年12月 成都地区迎来了第一对野化放归的 圈养大熊猫 秦星和小核桃 这个地方就是18年那两个秦星小核桃 但是它两个铁笼就放这儿 然后在这儿打开以后从这儿出去 从这儿上山 从归那一天开始 然后我们就每天都去 一直监测到2019年12月31号 那天我们那些发现它的数据 它的轨迹就是很长很长 它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 所以说我们推测它遇到过 就是野生大熊猫 或者说经过它的领地 不说导豆嘛 最起码是被它驱赶过 寻找合适的栖息地 是初出茅庐的它们 必须经历的考验 野生大熊猫是独居动物 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 只有在交配季 它们才会跋山涉水 寻找配偶 而栖息地的破碎化 是野生大熊猫 被割裂为33个独立的小种群 影响着它们的繁衍和长期生存 为了丰富局域小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野化放归行动势在必行 放归近四年 秦星在无限点项圈脱落后 就一直没有阴性 这一次村民目击的熊猫 会不会是经过野化的它 理论上来说 秦星在项圈脱落后 和野生大熊猫基本没有差别 它的成功法规 离不开为期两年的野化培训 而核桃品基地 正是它野化之旅的起点 每次进入野化培训圈之前 和圣山都要身着这套 看似滑稽的熊猫服 并喷上熊猫的粪便水 以防止幼崽对人类产生依赖 幼崽它就很警惕 特别是当我们 比如说开门 发出一些异响之后 它就会迅速地躲避到树上面去 完成青草工作的同时 和圣山也留意着幼崽的活动状态 目前那个崽就在树的顶上面 前面几年就是有一只幼崽在这个培训圈里面 秋天的时候风比较大 幼崽的话在树上面可能处于一种熟睡的状态 它又在树的顶端导致它从树上面摔下来 那个树当时可能有十来米高 当时我们很担心 通过受益全面的检查 就是这个幼崽它只是咬坏了这个 舌头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大碍 尽管如此 每逢强逢天 和圣山都会特别注意树上幼崽的情况 担心之余 和圣山也十分欣慰 因为这只幼崽警惕性很强 在第一阶段就表现出野外生存的潜质 这让和圣山想起了同样机敏的秦星 秦星出生于2016年 原本只是作为野化培训对照组的它 本来会在圈养环境下度过余生 但由于秦星表现太过出色 最终晋升为野化放归组的一员 秦星在半野化培训圈中生活时 基本依靠妈妈的喂养 由妈妈来教授幼崽爬树 觅食等生存技能 这种母兽带宰的野化培训方式 更还原野生熊猫的成长状态 而且避免了熊猫幼崽 对人工饲养环境的依赖 使得它们在面对严苛的自然环境时 能够生存下来 而眼前的这只幼崽就如同当年的秦星一样 被妈妈汉元时刻守护着 喝奶心切的幼崽急忙下树奔向妈妈 但是汉元却拒绝了给幼崽喂奶 陆下的胶羊 让汉元这几日精神不佳 她的食欲越来越差 幼崽的营养主要还是来自于 这个妈妈的母乳 妈妈食欲不会太好的话 她的奶水就比较少 终于要到了 终于到了 那泪擦了 你还说我们才整擦了 车子都整海气了 天色渐晚 上涛决定先行回到保护站 第二天再深入山林继续搜寻 汉元的幼崽自出生之后 就生活在半野化培训圈中 她在成长过程中 几乎见不到人类 妈妈汉元要独自建福起 抚育幼崽的重任 因此熊猫妈妈的健康状况 关乎着野化培训的进程 哺乳期的雌性熊猫 体重在一百到一百二十千克 一天一般需要进食 十到二十千克的竹子 这相当于成年人类 两个月的饭量 那个时候是六年 有一个幼崽 她妈妈食欲比较差 直接导致她的体重的一个降低 她的奶水比较少 这个幼崽增长发育就比较迟缓 所以说我们没有再继续这个野化培训 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 发生在汉元母子身上 何胜山需要密切监视妈妈的体重 通过体重来评估她的一个健康状况 汉元的体重在正常范围内 不过何胜山还是需要给她 为一些营养丰富的窝头 来促进她的食欲 成都你可以把它称作天府之国 休闲之都 但在我的眼里 更适合她的称号应该是 熊猫乐园 在这里熊猫元素随处可见 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不过我之所以来到这里 可不是为了买些熊猫纪念品那么简单 事实上 我有幸获得了一次 给熊猫当义工的机会 我期待着实实在在地 付出体力和汗水 真真正正地让可爱的国宝们 感受舒适的生活 滚滚们 我来了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是成都旅行看熊猫的最佳去处 这里既是大熊猫繁育研究机构 也是模拟大熊猫野外栖息环境的生态公园 建有湖泊 溪流 竹林 草坪等 有大约一百多只大熊猫居住在这里 熊猫们是这里毋庸置疑的关注中心 哪怕是不经意间的一抬头 一动脚 都要引得人群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 然而 你可不要认为熊猫只有憨态可惧的一面 争强起食物来 它们可不会有丝毫嘴软的 这个竹子是我的 还给我 不要抢我的竹子呢 先来巫师摔个胶呗 我可是上阶冠军 我会怕你 蛋蛋 蛋哥 我错了 这是我的 我的 别吵了 我想一个人静静 他在等着呢 来啊 兴奋 过来 有好吃的呢 都是我的 看谁敢跟我抢 我可以给他喂一个吗 待会 你喂苹果吗 来 这里 来 来 福来福顺 吃东西都比较慢的 很慢 他吃自己的要看别个的 他本来就慢 那别个吃快了就要抢他了 好的就是一抢他就给别个了 前面就有个茅桃 要比较松一点 会吃的就是叫肉肉 他名字叫梅兰 就长得胖 都给他叫的肉肉 然后变成肉肉了 对 就是 来 茅桃 这是爸爸给我准备的 没有你的份儿 大熊猫国家公园 占地超过两万平方公里 跨越四川 陕西 甘肃山上 超过一千三百只野生大熊猫 生活在这片山野 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 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 堪称世界典范 多种世界级边为物种健康繁衍 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 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他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 不止大熊猫 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 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 竹子 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 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长高一米 竹子不是树 是一种荷本科的草 破土后 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 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 世界上有一千多种竹子 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 都是世界之最 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百分之九十九的食物来源 神秘ids 神秘ids 是一种吃竹子的动物 小熊猫 又被叫做红熊猫 从基因分析上来看 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 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 小熊猫是小熊猫磕下的唯一物种 它的一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都在高大的树关上渡过 一次躲过许多天敌 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 在原始的真阔叶混焦林里 小熊猫必须借助大鼠之关攀爬而上 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叶缺一不可 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 大熊猫国家公园 对这种圆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 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 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是两岁之前 妈妈要教会它的最重要一课 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 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成年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四十公斤 为了咀嚼竹子 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河谷 练形因此变得浑原可爱 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 对着一节树枝下了嘴 但即使选对了竹子 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 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 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媒 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 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 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 熊猫宝宝一般会在十八个月左右断奶 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 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 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 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 离开自己的家 来一场爱的旅行 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气息地 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这让年轻的大熊猫就像生活在孤岛 遇见新一对象的几率大大降低 为了让大熊猫们恢复正常社交 顺利找到对象 国家已经关停了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的路段 并将特定路段改造为地下通道 如果是国家的大熊猫树 见课你能够房子的万个表现 等MatMatMatこの分割 对象都是社交流的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 对于熊猫幼崽来讲 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代表以为是可以置信的 以为是一件数据的 未来的节目 沿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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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 秦岭大熊猫的性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应兆 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 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 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 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 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